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安 首先还是很欢迎各位在礼拜五的晚上 来这边听我们的讲座 来各位给自己一个鼓掌 小阿姨再来 小阿姨几个手吗 她是我妈妈的小妹妹 然后是 Polo的妈妈 好像我们今年的 整年的 我们的厂 去年 去年整年的我们这边的厂租 刚刚又捐五千 来我们给小阿姨补掌一下 感谢小阿姨对我们嘉一的奉献 Polo也在问赛道上面 在帮助很多人 我觉得很棒 再来就是刚才 我们明君导演的这个戏 明君她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导演 对不对 专业的导演 然后个人的生命经历 也非常的丰富 从她开始在高雄峰会 甚至全省的各峰会 开始用戏剧的方式 来呈现赛斯心法 那我记得之前这个一炮而红 是在我们赛斯村的这个演出 赛斯村的演出 那包含去年大家有 记得那个 吉阿兵的部分 记得的请举手 吉阿兵 就是去年我们在赛斯村的那个 当场赛斯村上千人 那几乎每一个都这个 哭到不行 说实话 我自己也有在 也流下了眼泪 因为那个戏 虽然是一出很 在很克难的环境之下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可是一出戏 她真的感动人的时候 就是感动人 尤其是用赛斯心法 来做一个戏剧的一个呈现 真的让我们觉得 好像把赛斯心法的这种感动人 包括推广的部分 又带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这一次也是我们基金会 应该是第二次 正式的用这种演出 正式的来售票 正式的来售票 那其实也都是希望 能够用这样的赛斯心法 来感动更多的人 好 那讲到所谓的 戏剧场也好 或所谓的 这个 剧场也好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 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 自己的 小剧场 好 每个人的内心 都在演出自己 这一辈子的小剧场 各位剧是戏剧的剧 场地的场 好 意思是说 好像我们每天在过着我们日常的生活 但是 所有外在的物质实相 其实都是你内在 小剧场的一个向外的投射 好 意思是 不管外界发生什么 人都有自己的内心系 好 如果以赛斯心法来讲 那我就会来问各位了 你们对自己内在的小剧场 好 你们对自己内心 到底在演什么戏 有没有 开始去做一个觉察 好 就好像我们 这一次戏剧的主题 现在是在演哪一齿 现在是在演哪一齿 好 比如说有时候 假设一个 男性回到家里 发现 妈妈跟婆婆 又在 你来我往 好 那 或是之前 母亲节快到了 好 那之前太太不是都会问先生一个问题吗 就是我跟你妈妈 你妈妈掉到水里 你会先救谁 那后来就说 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妈妈就开始去学游泳了 因为我妈妈不希望我为难 所以当你跟我妈妈 一起掉在水里的时候 我妈妈不需要我救 她会自己游上来 好 可是还是不满意啊 那我跟你妈妈掉在水里 到底你会救谁 好 那她就回答说 我会跳下水 可是因为我不会游泳 所以我妈妈会把我救上来 然后你就会 sayonana 所以你最好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妈妈一定是先救我 不会先救媳妇 所以所有的女人 再也不要问先生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逼你婆婆去学游泳 要么就是你婆婆只会救你先生 不会救你 这样有概念 好 所以到底 每个人的内心的小剧场 在上演着一出什么样的内心戏 各位 当我们开始觉察了 比如说刚回到家 爸爸妈妈又在吵架了 有时候你会很生气 现在又在伴大一出 是八点档看太多 还是真的 从小到大 你们就只会演这一出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戏剧的手法来看人生 真的是很有意思 比如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三生三世 看完了吗 有时候看完真的会有一种 这个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的感觉 那很多人在追剧 在各式各样的 戏剧里面也好 电影里面也好 能够感受到一种 情绪的抒发 角色的认同 因为各位看着看着 你会觉得 如果把自己的人生 也当成一场戏 就像以前我一直在讲的 像赛斯心法 如何常常提醒自己 我不要入戏太深 可是又常常 再次的提醒自己 人生如戏 人生如戏 或是我最近常跟个案讲 我说你有没有开始 活到某一个阶段 开始有一种 游戏人间的态度 好 我们听起来游戏人间 好像是 往复面想 好像是不负责任 可是 起码游戏人间 你不会 过得那么痛苦 然后常常去看忧郁症 还要拿药吃 也不一定吃得好 到后来会不会自杀 也不确定 各位了解吗 如果你用一种 游戏人间的态度 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不见得要 入戏太深 或慢慢感受到 人生如戏 那各位 当我们感受到 人生如戏 或你是否入戏太深 第一个 你不会用很严肃的心态 来看他 第二个 你会问 现在是在演哪一出 现在是在演哪一出 再来 如果你开始有觉察 你就会开始去问 我一定要这样演下去吗 我不可以改变我人生的剧本吗 我一定要继续过这样的人生吗 还是其实我可以重新设定我自己的角色 就像我们今天下午在嘉义分会上课的内容 我可不可以重新创造个新的人格 我可不可以重新更改人生的剧本 我能不能重新改变我生命的戏码 各位 所以当你开始觉得人生如戏的时候 各位 我们讲导演跟编剧 就可以常常跟男主角女主角讨论吗 看能不能改变戏吗 来各位 你们在人生这场戏里面 你们是过得开心 还是其实你们过得很痛苦 你们怎么藉由看一场戏 来realize 了悟到原来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场戏 原来我的人生也是一场戏 那当你开始慢慢了悟到 原来我的人生也是一场戏 那究竟我在我人生的这场戏当中 我如何去改变 就像刚讲 现在是在演哪一出呢 现在是在演哪一出 当你知道现在在演哪一出的时候 各位 你就可以开始改变剧本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次好像我在跟我太太吵架 讲什么讲什么 以前他说我什么 我可能第一个就觉得 我哪有 你误会我了 或是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你想太多了 后来有一次吵架 他就说 我哪里不对 我就说喔 真的喔 我哪里不对喔 被你发现了 你真棒 还会提醒我 谢谢你喔 然后他就说 你改台词囉 我说对 当然要改一下台词啊 各位 我们讲到改台词 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你们周遭人的对话 都是跟着台词在走 以前我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 之前有一个先生 喝完酒回家 都会家暴 都会家暴 后来这个太太去看一个医生 医生就跟他说 没有问题 我开一种药水给你 从你先生喝完酒回家 到睡着之前 你把药水含在嘴巴 就很有效 后来这个太太就照做了 先生喝醉酒回来 他就把这个水含起来了 好 算是工作人员 也不要一直走来走去 这样还是会干扰到许医师 好来 其他的就不要理他们了 好来 各位 回家后来 就把药水含在嘴巴了 然后过了一两个月 他回去跟医生说 医生真的很有效耶 每次我先生喝醉酒回家 我就把药水含在嘴巴 好 果然一两个月 他都没有打过我了 医生就跟他说 你需要的不是药水 而是闭嘴 你现在喝完酒回家 你把这个药水含在嘴巴 就不能说话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没有人跟他啰嗦了 没有人跟他啰嗦 他就乖乖去睡觉了 各位了解吗 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的互动里面 通常陷入什么 模式化 各位 人掉到模式化了 所以你去看你父母亲吵架 三十年前的台词 跟昨天一模一样 你怎么那么晚回家 不然我会去哪里是 各位 你为什么还要喝酒 喝了酒要做这些事情 他就会说 那你意思是在指责我咯 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从你现在 听你父母亲三四十年前 吵架的台词 到现在台词没有换过 你又是按照那个保守在驚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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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也是同样 你父母看父母 都没有改过台词啦 二十年前吵架的台词 到现在都还在用 是吧 那有没有讲错 千子之间也是啊 对啊 千子之间也是啊 讲到什么 啊你不了解我啦 各位 台词都没有变过 是 好所以我刚刚讲 我们内在的小剧场 该要换戏马了 好那为什么台词没有变过 各位因为那已经模式化了 那已经都变成一种惯性了 包含我们的性格 甚至各位 人家说什么话 你对应什么 都已经 二三十年没有改变过了 好不信 如果你去个主管 假设你的部署上班迟到 欸 某某你怎么迟到了 啊塞车啊 对 各位理由不会改变 永远是那几个理由 各位 欸 不然下次试试看 欸主管我突然 上班路上 肚子疾去大了个便 欸 他就会说 噢有新的台词了 噢 变车啊 你知道吗 改变糟了 所以各位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真的 一直循着我们的 惯性模式 好 我们再看别人 很清楚 像再看一出戏 可是像我刚讲 你看着你父母亲的对话 三四十年来 没有改变过 没有改变过 好 所以为什么要学 赛斯心法 各位 你开始 有所不同 你开始 会说出你过去 不一样的话语 好 像比如说最近我一直在讲 情绪跟情感 比如说母亲节快到了嘛 对 是啊 好 很多我们跟妈妈之间的互动 各位 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在赛斯心法里面 好 像我那天 在辅导一个 亲子的个案 亲子的个案 啊 父母亲 可能在 一二十年前离婚 离婚之后 是妈妈把两个孩子带大 好 儿子现在可能也 将近二十六七岁了 诶 有点热 冷气能闷开 大家也是不是觉得有点很热 好 来 请她们开墙一点 来 后来 离婚之后 据说爸爸 一毛钱都不拿回家 是把家里的冰箱电视搬走 把家里 一般我们开玩笑说 净空出户 他是把家搬得净空之后出户 不是净空出户 是把家搬得净空 然后出户 那孩子二十六七岁 好 各位那天在处理的事 其实 在孩子 四五岁的时候 妈妈就跟男同事 产生曖昧 孩子四五岁的时候 妈妈就跟男同事产生曖昧 可能结婚之后 发现先生不是他要的 然后刚好男同事又 已婚男同事 刚好对这个 女同事又关心 又工作上又引导他 然后又怎么样的 给他一种温柔的呵护 后来这个 妈妈就慢慢的 跟这个男同事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所以对孩子而言 孩子会觉得 妈妈 先 犯 犯的错 先出轨 对 那后来 各位 爸爸可能是因为男人嘛 那个尊严 受伤了 包含 妈妈在 他们 离婚前 可能有时候晚上就不回家了 晚上不回家 后来爸爸因为他的 男人的尊严可能受伤了 好 太太 出轨了 后来奉儿离婚 离婚之后就 切断 切断之后这个女人 当然就更 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嘛 然后跟这个男同事也 就 越走越近 所以 好 说实话 一二十年也就 当了这个男同事的小三 当了这个男同事的小三 好 后来 儿子 开始 想跟妈妈 谈他很多内心的感受 好 我就跟那个儿子说 你可以跟妈妈说 妈妈 我好恨你 可以的 你可以跟妈妈说 妈妈我好恨你 第一个是 为什么在婚姻当中 是你先 外遇的 好 也许爸爸很不负责任 你觉得 爸爸这样对待我们 可是 毕竟是 妈妈先 有外遇的 行为出来 可是 当你这样跟妈妈说 妈妈其实我很 恨你 你也不要忘记 这二三十年是 谁把你带大的 是的 妈妈先外遇 是的 她让爸爸 戴绿帽子 让爸爸一气之下 离开这个家 而且根本不想再 负这个责任 可是 你有没有 去想过 一个女人 外遇之后 最后她有没有 因为她的外遇 把你们两个孩子 丢掉 好 許醫師打了一个 不恰当的比喻了 妈妈外遇之后 是的 但是她还是 辛苦工作 把两个小孩子养大 她并没有 忽略到 她应该当一个 妈妈的角色 她一样 把两个孩子带大了 好 今天如果 妈妈去找一个 未婚的 找一个未婚的 有没有可能 她因为对方也未婚 她也还年轻 她势必要嫁给人家 嫁给人家 这两个小孩子怎么办 好 所以我这个比喻 不一定是对的 找一个已婚的 就 比较少这些困难的嘛 同学在摇头了 找一个已婚的 至少她没有 跟对方结婚的必要 至少在感情上 她有一个寄托 她也可以同时 照顾你们 这两个小孩 你看到妈妈的 苦心了吗 为了你们 她必须要找一个 已婚的 好啦 这有点 比喻不伦 比喻不伦 但是某部分 你不能说 完全是错的 没错吧 因为今天找了一个未婚的 她必须要 当人家的媳妇啊 当人家的媳妇 她还是必须生小孩啊 她要去侍奉公婆啊 她还有力气 照顾你们 这两个小孩吗 所以她必须维持现状 这里你看到 妈妈的 挣扎了没有 妈妈的 苦心了没有 妈妈必须维持现状 好 这时候 那个妈妈 就流眼泪下来了 她就流下眼泪了 嘿 許医师说的 还真的是人话 还真的是人话 是 好 同时 我可能也会要这个妈妈 跟孩子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们夫妻的不成熟 对不起 因为在结婚之后 妈妈感受不到 爸爸对我的那份爱 所以我掉入了另外一个 温柔的陷阱 是啊 好 这时候儿子就跟妈妈说了 好 妈妈就说 那那个叔叔也很照顾你跟妹妹啊 儿子就说了 其实妈妈 那是我们演给你看的 我们心里是很讨厌这个叔叔的 是啊 因为不想你难过 好来 我就跟这个儿子说 是的 好 你可以不喜欢这个叔叔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讲句实话 你今年26岁了 将来妈妈年纪会越来越大 其实 我希望是你离开家 把妈妈还给叔叔 各位 因为妈妈未来年纪越大 会变成负资产 好啦 这是开玩笑的啦 我发现你们幽默感不够喔 你26岁了 我建议你去交你的女朋友 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家 那妈妈本事是第三者 那是妈妈跟叔叔的事 不干你的事 如果今天妈妈 年纪大了 退休了 晚年 有另外一个男人 愿意照顾她 那也是你的 心安啊 那也是你的幸福啊 你现在26岁 你难道把妈妈 抢过来吗 让妈妈去承受 那个失恋吗 那妈妈失恋了 妈妈以后赖给谁 就赖你啦 各位 所以我跟这个儿子说 是的 虽然妈妈当小三 让你觉得 满丢脸的 可是 毕竟这是妈妈的事 请你尊重她 请你尊重妈妈现在 好 那时候我就问这个妈妈 好 那你现在有办法 跟这个男人分手吗 他就跟我说摇摇头 二三十年的感情了 他没办法 他做不到 好 我就同你这个妈妈 我说是的 当年孩子还小的时候 是这个男人陪伴着你 陪伴着你一起 把这两个孩子 拉拔长大 各位 陪伴了二三十年 人说放就放吗 不容易 各位了解 而且这二三十年 那个男生 也没有放掉他自己家庭的责任 他还是那边有他的家庭 而且把他顾得 好像还不错 这是他家的事 不干我的事 因为 我常讲这个 只要不是是我爸爸 都没事 好啦开玩笑 人家把他的家庭顾 好 那去同理这个妈妈 是的你也不容易 从你结婚之后 发现先生不是你要的 你掉进一个温柔的陷阱 二三十年这样走下来 是啊 但是在这一次的治疗里面 至少 妈妈跟儿子 终于把自己心里的话 说出来了 终于把自己心里的话 说出来了 让儿子能够了解 妈妈的心情 让妈妈也能了解 儿子的感受 儿子的感受 好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 通常我们 比如说母亲节快到了 或父亲节 我们常常都在讲 表象的东西 可是很多内心的感受 我们并没有真的做 很好的沟通 就不要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到底什么叫 自以为是的爱 什么叫做同理心 来各位 我还要举一个时事 来作为这个题目 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这个礼拜 刚当选法国的新的总统 叫马卡龙吗 法国最好吃的不是马卡龙吗 不是 是马克宏 39岁 继拿破仑以来 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 马克宏 39岁 好 第一个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 他39岁 长得还蛮帅的 幸好身高不高 身高不高很重要 好啦 开玩笑的 各位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什么 15岁的时候 被他的高中老师 幼奸是 是这样说的吗 15岁算是 在台湾是公诉罪 跟16岁以下的 少男少女发生性关系 是属于公诉罪 叫妨碍性自主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幼奸 16岁以下是公诉罪 16岁以上是告诉乃论罪 所以16岁很重要 大家记得 16岁以上 重点 16岁以下的不要碰 没有啦 我怎么乱 对好都不要碰 16岁以下是公诉罪 好 一旦被检举被发现 是要检察官提起公诉 16岁以上就决定 你们要不要提告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找16岁以上 刚好高二也没有 所以高二是很重要的 各位 高中二年级很重要 马克宏 多少 高一 当然法国可能没有这条法律啦 在台湾是属于公诉罪 16岁被 已婚 老师是已婚喔 当时 当时马克宏 15岁 老师大他24岁 39岁 已婚三个小孩 跟高一的 他的学生 发生不伦练 来 我们故事先停到这边 如果今天你是学校 你是家长 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你的儿子15岁 一朵 白泡泡有蜜蜜的 蚊子 就喔 土豆腐按着你 隔细 一朵蚊子 不是蚊子啦 麻糬 不是蚊子 白泡泡有蜜蜜的 麻糬 就喔 土豆腐按着你 隔细 15岁的小鲜肉 老师39岁 已婚三个小孩 来家长们告诉我 你会什么反应 啊 告他 告他 然后情绪是什么 你母子 比较好 我儿子15岁 这样你才知道 才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知道嗎 你如果看不下去 你39岁 买更小杂 但你结婚不要说 还有三个小孩 我儿子几岁 未来 还可能要做法国总统的喔 有没有 你看一个能当法国总统 小时候应该是挺聪明的吧 应该是品学兼优吧 对 应该是功课 什么各方面还不错 至少不笨嘛 至少不是智能障碍嘛 来 你们父母亲会怎么反应 来 我徐医师切入今天的主题了 来 摄影机麻烦跟着我走 我先就这个主题来切 什么叫自以为是的爱 什么叫同理心 来 在座如果你们今天是这个 15岁小男孩的父母亲 请你告诉我们 你们是会用 自以为是的爱 来处理这件事 还是用同理心 自以为是的爱 太大声咧 自以为是的爱 没错 你们都有自觉 没错 你们都有自觉 今天你的孩子 如果15岁 跟已婚的高中老师 发生恋情 甚至还产生肉体关系 就放下了啦 已婚而且三个孩子 大他24岁 来你们父母亲给我的反应 是什么 第一个 你已经气到 火冒三丈 对不 第二个 一定找学校算账 第二个 这个老师告诉他 他没有出gay 这位老师 对不 没错吧 然后你们会对 这个小男孩做什么事 来怎么样 两个反应 一个是可能是心疼 有什么事 对不 然后 那可能也是他的第一次吧 假设啦 对不对 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好 来 你可能第一个 用打的 要求小男孩 叫你去念书 不是叫你去跟女老师上床 再来 你功课怎么办 再来 好 可能另外一个心疼 都不是你孩子的错 他是被诱奸的 好 我只问一件事 这种情况之下 多少父母亲 会平心静气 坐下来 问孩子的感觉 来 各位 回答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个 总控制下 在了家 碰 百分控制下 如果你们家 发生这件事 多少父母亲 会平心静气的 问你的孩子 欸 孩子你觉得怎么样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讲 或是如果 我们什么都不要处理 你觉得 你希望我们怎么办 还是你们都会先处理 来 我会问 老师现在是单身 还是 婚姻完全还在 啊 就是婚姻关系在啊 三个小孩啊 所以 是 两个人是 就是等于 不能处理 是啊 是啊 是 我现在在讲 讲事实啊 老师也 你 到底还没听清楚啊 这位小王 就是现在的法国总统啊 上礼拜才当选的 这个礼拜才当选的啊 这个礼拜才当选的啊 来 各位 好 我要讲的是 这时候父母亲 一定是心疼跟不舍 你们心疼不舍 没有错 可是这时候 多少父母亲 会用同理心 来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了 来 你们觉得你们会不会 不会 大声说会不会 不会 你们很诚实 你们很诚实 是的 你们不会 但是各位 如果以徐师今天的主题 你们必须要会 因为时代在变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时代在变了 第一个 这对法国的父母亲 的确 当时可能也不高兴 可是 他也的确把他孩子转学了 好 马克宏被转学了喔 表示父母亲是要 可是各位 人家马克宏讲一句话 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我会再回来 最后他用他的学习 用他的成就 终于跟这个老师 修成正骨 这个老师最后离婚 跟马克宏 在一起结婚 人家是 现在法国的第一夫人 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喔 有的可能不太知道 现在是法国的第一夫人 好像三个小孩子 几个孙子 七个孙子 马克宏 39岁 还没有生小孩 已经有七个孙子了 好 我要说的是他 处理方式 因为我知道 几乎所有的父母亲 第一个一定是抓狂 第二个你看到那个老师 绝对他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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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可是这时候我真的常讲 你 这时候我没有问 孩子的感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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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许医师 先告诉你们第一句话 今天你的小孩子 不管幼稚园 小学 国中 高中 麻烦你第一句话先问 孩子的感觉是什么 各位听懂了没有 你们一定要问这些句话 孩子的感觉是什么 好 如果我们以马克宏 这个例子来讲 孩子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会告诉你 我对他是真爱 来 多少台湾的父母亲 听到这句话 你们下一句话会说什么 你懂什么爱 是不是 是 你十五岁而已 你不要什么爱 你就叫我拐起 叫我合起来 哪有什么 拐起来 有没有 各位 今天不是他懂不懂的 什么叫做爱 是你根本 用你的感觉 取代他的感觉 听懂了没有 多少台湾的父母亲 你们会直接说 当孩子告诉你 爸爸妈妈 真的 你们不要骂老师 真的 我是爱他的 老师也是爱我的 我想所有的父母亲听完 第一个就是火冒三丈 来 没错吧 你们一定用你们自以为是的爱 否定了孩子的感觉 你懂什么叫做爱 你才十五岁 才高中一年级 这才是你这辈子交的 第一个女朋友 而且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 你只不过被老师骗了 一时意乱情迷 你只不过跟老师产生性关系 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有没有 就是一个小男孩爱上 右肩犯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因为你都还不懂 才十五岁 你今天跟老师这个 你其实是被骗了 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有的大人的世界 一定会这样跟他讲 那我只是要讲一句话 今天孩子的感觉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去了解 今天如果纵使他的感觉是错的 我们有没有全盘把它否定掉 来 各位你就知道 我们父母亲的爱 对孩子是多么粗鲁的一件事情 我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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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的比较好 各位我不是说不对 是你真的问过孩子的感觉没有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讲 徐医师是个治疗师 我告诉大家 现在的孩子从很小 就有感觉了 他从很小 他就有自己的感觉了 所以我真的跟各位保证 所有的父母亲也好 所有的大人们也好 我们真的不要再用 我们自以为是的爱 你第一句话要问 孩子的感受是什么 比如说 我如果从一个 諮商辅导的角度来讲 今天十五岁的马克宏 跟父母说 是的我爱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也爱我 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 好各位 好我先讲 一个真正的辅导会怎么说 虽然我不能说 你跟你的老师之间 不是真爱 因为我不能否定你的感觉 可是我想讲的是 毕竟你现在还是一个高中生 不是不能谈恋爱 但是可不可以 以课业为主 可不可以以课业为主 好那你跟老师 要不要继续产生性关系 好目前这个现阶段 因为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可不可以你们暂时先 缓一下 好如果再过个一两年 等身到你高中毕业 你觉得你还爱的是他 那时候我们就不当你了 这样处理有没有漂亮一点 有点漂亮吗 有 各位你知道我们 真的处理方式不对 所以真的很愚蠢 第一个 你现在还是学生 我们还是希望你 以课业为主 好 那如果你的爱情 不妨碍课业 理论上你应该功课更好 好 我们希望你 是不是能够把时间 用在功课上面 好 那你跟老师这件事情 像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他都置入调查了 好 所以现在你们这个 你们的肉体关系 什么暂缓一下 暂缓一下 暂缓一下 缓丢酒不知道 先暂缓一下 好 那你先把重心 回到课业上 那我们也不告老师 假设了 看怎么处理 那我们怎么样来 面对这件事情 各位 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会不会那么受伤 不会 不会 好 我们先从历史回头 往回头看 马克宏这个 对这个老师 是不是真的 显然是真的 显然是真的 好 所以各位 现在全台湾的高中老师 都接到一封信 来 在座我高中老师的 请举手 哎呀 来举个手嘛 没有也假装一下 来举个手 你好 对就是你好 全台湾的高中老师 都接到一封信 不要以为每个学生 都会是将来的马克宏 所以请不要 孝雄 孝雄知道没有 染指 你们高中高一的学生 第一个 他不见得将来 会当法国总统 第二个 他不见得将来 会娶你 因为现在说 高中老师都对 高一的小男生 想说他会不会是 下一个马克宏 我会不会是下一个 第一夫人 你知道吗 开始在笑声啊 所以学校就发 这封信给所有的 高中的女老师 断了她们的念头 因为这东西很重要 很恐怖 你知道吗 好 我们再回到 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学士的 第一个跟大家讲的是 当我们的孩子 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是直接用 我们认为什么是 对的方式来处理 对不对 可是那个方式 究竟伤孩子有多深 伤孩子有多深 那件事 后来对孩子的人格 对孩子的成长 到底有多大的伤害性 还有 还是那时候 你就今天听进气 的许医师告诉你的 你是用你父母亲 自认为的爱 自认为对他好的处理方式 还是你会问一下 还是的感觉 还是你会问一下 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了 那你觉得怎么办 你希望我们怎么办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所以你常常问自己一句话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事实上是在提醒大家的 我们真的常常用 我们自认为的爱 还是其实我们去问一下 对方的感觉 各位 尤其是常常出于很多的恐惧 你也可以做主 你知道吗 你会直接替他做主 尤其是亲子之间 好来我再举这个 最近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新闻 美女作家的自杀 好 同样的故事 我再讲另外一个版本 比如说一个 17岁16岁的女儿 假设被 长辈也好 老师也好 右肩也好 产生 感情也好 来 父母亲 你们会怎么处理 或是假设跟男同学 你们会怎么处理 挑战题又来咯 各位不要跟我说会 不会 会 我跟他讲我是治疗师 说出来已经卡不处 那天门诊哪一个小孩子 才 才 国中二年级 几岁 十四岁 十四岁 那天再 问他为什么被带来 在网路上 跟男人 发生过七次性关系 才 国二哦 跟男人做爱过七次 分别六个不同的男人 已经超越你们的记录了 你们六七十岁的 都还没有这个记录 对不对 你看那个同学 一点的懊悔跟自责 跟一种 我都还 次数都还没有达到 他人家年纪轻轻 所谓的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人家才 十四岁 就破了你们的记录 你看那位同学 真的就是那个 懊悔 自责 伤心难过的表情 通通写在脸上 国二 跟七个男人 六个男人 做爱过七次 各位 父母怎么办 我就问他说 你这样子 有些都是被扮强迫的 他说 他们这样强迫我 我忍耐一下也就过啦 跟我爸打我 还不是一样的 各位 当然这个孩子是很偏差 你爸爸打你是为了你好 他们 他们上你是为了他爽啊 可是孩子会分辨吗 孩子不会分辨 至少他现在不会分辨 人家上我上完了 人家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啊 我爸爸打完我之后 我还很生气啊 我还想逃家啊 各位 这个家庭问题出在哪里 父母亲一直用他们认为的方式 在爱孩子 要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们越爱孩子 你们跟孩子的感觉 距离越来越遥远 来各位 仔细听喔 你们在座的 来我要看 好好看着你们 你们在座这些父母亲们 你们认不认为你们爱你们的孩子 认为自己爱孩子的请举手 没爱就不用说 好 你们越爱孩子 孩子越长大 你们感觉你跟你的孩子 距离越来越靠近的请举手 不用骗啦 没那么多啦 各位听懂了没有 常常父母亲会觉得你们爱孩子 通常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到小学 国中高中 你们跟孩子的距离 一定是越来越什么 圆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包括夫妻之间 常常常我们在做个案 先生觉得他很爱太太 或太太觉得他很爱先生 爱到后来 两个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有没有 有 是吗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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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现在是在演哪一齣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了 你自认为你是爱他的 全天下来父母亲 你破你的心肝肉 吃你就冤意 但是为什么你的孩子 那你是越来越压怨 你改遍给我听 是因为 不是每天都是母亲节吗 最好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单数父亲节 双数母亲节 每隔一天就想到伟大的母亲 单数想到伟大的父亲 双数想到伟大的母亲 这样大家说好不好 好 打到叭气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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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从来没有去问 为什么 答案 答案 就在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 多少父母亲 从小把孩子带大 小孩子 在最小时候跟你最亲 六歳六流 有没有 来 各位 孩子有没有越来越大 跟你越来越 或是有一段时间 叛逆其完了 后来又再回来 有没有 是啊 通常 等你的孩子 当了爸爸了 当了妈妈了 再回来跟父母亲又靠近了 为什么一个从小你这么爱他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的时间 冬天怕他冷 夏天怕他热 吃太多又怕他变胖 吃太少又怕他太瘦 你们花这么多的时间 精力在爱他 可是为什么你这么多爱的背后 孩子越长大 是跟你越来越什么 来 你们自己是不是 你们自己跟你们父母亲 恕不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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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恕不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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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遥远 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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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因为我们在 我们认为 我们对对方的付出里面 可是真的 那个 我们并没有真的 问对方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你对他付出这么多 你默默的这么爱他 可是 先不要讲对跟错 我们的感觉是越来越 疏远 越来越疏离 甚至麻木了 那个孤单 各位明白吗 我常常讲 明明有那么强烈的一份爱 可是却有更深的一种孤单 更深的一种仿佛的遗憾 就是感觉上 你的孩子越来越长大 就是 第一 越多的事情 越不越跟你说 有没有 感觉也不会告诉你了 是不是 很多时候会说的去日常琐事 跟报喜不报忧 是不是 你几乎不再能感觉到 你跟他的感觉的靠近 各位 人真正要的亲密是什么 跟你感觉的靠近 对不对 我们的亲子之间 从孩子开始上了小学了 上了国中了 你不再跟孩子感觉到 感觉的靠近 真的 一拉十万八千里 夫妻也是 你感觉不再靠近 常常就是疏离了 就是生活了 讲一些家庭的琐事 孩子学校的事 感觉不再靠近 是啊 像我最近陆续有两个学员 一个是从温哥华回来的 在那边住了三四十年 先生才三个月前过世 一个是扭车西州回来的 刚好是两家的男主人 都是客家人 虽然移民到了 温哥华了 还是秉持客家的人的 节省 不花钱的 本性 有那一队 移民到温哥华那一队夫妻 那个太太就跟我说 要说出去吃饭 先生永远点最便宜的价位 害他都不敢点贵的 只能比先生最便宜的 往上跳一小几而已 然后有时候朋友聚在一起 在温哥华 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 打那种从早到晚 打二十块加币的 现台币也大概四五百块而已 只要他扑克牌 下得住大一点 超过了五块加币 或十块加币 也才两三百块 先生就开始瞪他 那永远东西都买最便宜的 他告诉我这个先生 其实 说实话 百分之九十九十都很好 很体贴 很爱他 家事什么都会做 可是这一辈子太太过的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花钱 花钱就是女人的命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好啦 可是我跟各位说 女人也不是爱乱花钱 她只是想花钱 没有啦 所以这个先生 尤其客家男人 永远在防这个太太 像防贼一样 防贼一样 太太一辈子 三四十年的婚姻 没得挑剔 认真负责 什么都会 什么都肯做 就是永远花钱这件事情 让他 所以后来 泪风丝关节炎 看到我的手势了没有 你说 你其实很感恩他 他也很难吃苦 只是你这辈子 所有的花钱 都必须看他的脸色 都必须回家 让他藏起来 然后所有朋友出去 都是几乎是最省的 各位你知道去温哥华 很多华人多有钱啊 只有大温哥华 加拿大嘛 只有大 加拿大 只有大 温哥华 只有大在那里 温哥华 加拿大温哥华 只有大温哥华 多少有钱的华人 尤其是最近大陆的人过去 那种 孤寒 各位了解吗 那种 说不出的心酸 说不出的那种 每天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点滴的那样 这种委屈 好 回来刚讲 多少夫妻是因为 结婚之后 其实 都是为了对方好 可是真的 其实要讲的是 感觉越来越遥远 好的 你们就继续维持这种生活 现在这社会越来越开放 所有的 外遇啦 小王啦 越来越多 因为感觉越来越遥远 我总要去找一个 能够了解我感觉的吧 各位 因为现在的人 越来越不想忍这个东西了 好 所以 回到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到底有多少 我们自以为是的爱 跟我们真的 能不能去 尤其是父母对孩子 去问一下 你的感觉是什么 回到我刚讲 假设一个小女孩 十六十七岁 被性骚扰也好 甚至被诱奸 甚至被强暴 各位 这时候父母亲 通常第一个 先站在孩子的感觉 还是第一个 先维护孩子的名誉 来 回答我 第一 你如果有一个女孩 生了水水 又是那种 要护七十五级分 从小品学兼优 十七岁 跟男老师 发生性关系 不管是不是被诱奸 还是因为怎么样谈恋爱 各位 你们第一个 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讨回公道 还有呢 转学 或怎么样 息事宁人 没错 各位 可是你们这时候 有没有问 孩子的感觉 各位 通常我们的孩子 这种时候 就像做错事的孩子 他不敢说话的 一人 说话就不敢说话 一人 你说什么话 你做庙子 要说什么话 听懂了没有 你做了什么事 你才还有意思说话 父母亲这时候 你们的那个爱 有没有 你们内心的那个受伤 好不容易养大一个女儿 飘飘亮亮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岁 被人家这样子 感觉有没有 怎么样 心痛 感觉有没有 好 一块一块麻糬 就让头头 我会在鼓舞 这个孩子 品学间又长得又漂亮 将来是可能要当医生的 将来可能要当律师的 将来可能要当女总统的 各位 父母亲怎么样 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断 对不对 可是这位 这时候是你的心痛重要 你自认为对孩子的名誉重要 还是孩子的感受重要 各位听懂了没有 你们真的 今天这个题目 你们要好好的想 要好好的想 就像我最近有个个案 也是一样 好像 儿子二十一岁 女朋友好像 大他我忘记了 比如大他 十五岁好了 二十一岁 十五岁 女朋友三十六岁 离婚带着一个小孩 不要摇头很多 是你们家里 民情比较纯樸 还是你都没有遇到过 我看这个同学 你带过来 怎么会这样 他一直在震惊当中 我想他都是真实故事 孩子二十一岁 老二 跟一个大他十四五岁的在一起 对方离婚一个小孩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 回到你是个女儿 你们怎么处理这件事 过去在农村更惨 你买减少女儿 你中国要死吗 你死就不死 你吵哟 你不好 你 哎哟你 有信吗 有信吗 你还说要死吗 你 你睡觉你还不知道 你不能观看吗 都也太买 你说这不准说 减少代说啥 各位以前农村是更这样处理的 对不对 你们好像都有经验的样子 是啊 各位 可是你有没有问过孩子的感觉 你讲什么感觉 你之后你很有资格讲感觉 不要啦 不要这样啦 各位 好 如果孩子跟你说 爸妈妈 我真的就是爱他 我真的就爱他 你会不会鼓励孩子 好好念书 将来 等他离婚 等他修成正果 你会不会这样鼓励 来 可能会这样鼓励的 请举手 好 来 鼓掌 这才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你跌到白 没法度 没努力 你知道什么 你感觉他说 没关系 我们现在脆身头好 你如果感觉你有机会 你就等 他如果对你是真心的 有天他会为你离婚 他为你离婚 你们如果有机会在一起 爸爸妈妈祝福你们 你有法度 放低身段 放下你自认为是的爱 而转而以孩子的感受 来作为支持他的一股力量 你们做得到吗 做不到 讲得很好 你们要不要试着学习做到 要不要 要 为什么要 因为这样你们才不会凄惨 许医师说的这一世心法 不跟你们问对错 我只说什么是对你跟孩子是最好的处理 听懂了没有 我只说什么东西会让你一家和谐 孩子最后不会自杀 你知道我意思吗 孩子会不会自杀 绝对不是只是单一事件 跟家庭有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徐医师是个治疗师 我是个治疗师 我一定是从治疗的小度来看 这时候如果父母亲 首先关心的是孩子的感觉 孩子如果跟你说 爸爸妈妈妈 我真的爱他 好没有关系 你爱他 可以 我们先把书念好 你现在高三 来你把书念好 这两个大学怎么样 你要跟他怎么样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说 他已婚是吧 没关系 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有缘分 他会离婚跟你在一起 他会离婚跟你在一起 你把心安下来 各位小姐妈 你把心安下来 我们现在先好好念书 来各位听懂我的意思 还有 有多少父母亲 为了维护孩子的名誉 然后我就假装没事 各位听懂我意思 这时候如果孩子是被强迫的 你甚至 孩子如果超过16岁 你甚至要问他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各位 因为有时候 真的父母亲 会把事情搞大到 让孩子想要钻地洞 所以为什么你们的孩子 越来越大 事情不让你们知道 因为所有你们处理的方式 都是用你们自己为师的爱 来 没错吧 孩子从上了国中 所有的事情都没要给你们知道 因为给你们知道 生家都没办法可以有 没错哦 因为你们的处理方式 都不是顺着孩子的感觉 然后到时候又处理得漂亮 你们绝对是把事情 吵得一塌糊涂 到时候孩子连学校都去不了 我先讲 比如说 这时候要问孩子 你是被强迫的 今天父母亲先把面子拿掉 把我们自认为对孩子的爱拿掉 孩子说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咽不下这一口气 我是被老师强暴的 我希望你们告 好那我就跟他说 没问题 但是我们得先告诉你哦 这个告了之后 他是告诉乃论 将来会有 好到时候可能是 应该可能18岁前 是可以消掉的吧 在座有懂法律的吗 好 18岁前好像有些案底 是可以消掉的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 会留下记录 记住人知道啦 好那如果你是我女儿 我就会说 女儿那你想清楚哦 爸爸这边要告绝对没有问题 爸爸也倾向于要告 但是你到时候可能 这件事情会曝光 各位会曝光 那未来如果你念了大学 你成年之后 假设你的男朋友 婚配对象 他们打听到这个成年旧事 因为他会曝光嘛 那么女儿你可以接受吗 女儿说没问题 太生气了 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告 好你说告就告 你们敢不敢当这样的父母亲 敢不敢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还是你自认为说 女儿不要啦 我们的黄花大闺女 这个闺女你这件事 不准 以后你还要出嫁 我们还要跟名门望族相配 跟名门望族这件事 我们算了 来各位 我常常跟各位讲 性骚扰 性幼奸性强暴 常常当事人受的最大的伤 不既然是强暴他的人 是父母亲的处理态度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那个人打共甘 我当然也知道 那是不对的 那个烂人嘛 他们最气的是 为什么你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 各位听懂没有 常常我们的社会 那些被性骚扰的 性侵的 包括许医师处理治疗的个案 都不是强暴那件事造成的 是后来父母亲的处理方式跟心态 才是伤这个孩子最重的 有一些是父母亲硬压下来 不准讲不准讲 你这辈子不准再讲出去 是我贱吗 是我脏吗 我是被强暴 为什么不能讲出去 是人家觉得我脏 还是你爸妈觉得我脏 是你们觉得我不要脸 还是你们怕事情传出去 人家觉得我不要脸 各位 这个恨会恨你们一辈子 因为你们自认为你在保护他 真正强暴他的 不是那个人 是你们 来听懂了没有 我处理过那么多的案件 很多时候 最伤这个孩子的心的 不是当初那件事 是父母亲的处理方式 是父母亲的处理方式 有些父母亲的处理方式 让他觉得 真的你不减少啊 你在说啥 是你自己不要脸啊 谁叫你一个人在那边玩 叫你早点回家 你不要 先责备对人再说 各位 所以这时候 其实如果孩子稍微够大一点 你应该问他 然后跟他讨论 这时候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来先讲讲你的感觉 先讲讲你的感觉 比如说 尤其是 各位我曾经遇到那个个案 是被继父 继父哦 从小学四年级 每个礼拜一到两次 一到两次什么 性侵到几岁 到快 到二十岁 甚至二十到二十五岁 出嫁之前还有零星 小学四年级几岁 十岁 到二十岁 每个礼拜一到两次 细节我不太记得了 还怀过继父的孩子 拿过两三次 好 所以这件事情 在阿胜师生我也讲过了 它造成最大的痛苦 不见得是事件本身 是因为这件事情觉得自己脏 还有妈妈的 生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只要提告了 跑去警察局跟警察告发了 这个家就毁了 因为继父会跟他说 可以让你去告我啊 那我就会被抓去关 就没有人赚钱养你了 你跟妈妈跟妹妹 还有两个妹妹就饿死 来各位你知道吗 他会威胁你 我会威胁你 你可以去告发 我 可是我会被关 对 那你妈妈就没有人养他了 这个家就破裂了 你要当这个家的罪人吗 你要不要当这个家的罪人 你要不要 各位你现在知道意思 所以为什么 妈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跟我讲过有一幕 是 好像 妈妈要进她的房间 发现房门上锁 会一直敲 继父穿好裤子冲出去 妈妈一进来 赶快把被子打开 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可是裤子已经穿好了 可是一个妈妈 你既然发现这种可能性 竟然会让它发生十年以上 所以徐师第一句话说 这个妈妈该死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这个妈妈是不是也害怕 失去这个男人 害怕这个家破碎 有没有 所以很多为什么不敢揭发 第一个可能是 家中的长辈 怕丢脸 怕蒙羞 各位 可是你问过孩子的感觉没有 是做错事的人丢脸蒙羞 还是被强暴的人丢脸蒙羞 你让孩子觉得 这事情是不能说的 我说出来我是罪人 各位听懂没有 那个是唐书 唐书很有名望 什么名望 我没听过什么叫名望 名望怎么写 我不会写 各位听懂了吗 我们自认为我们对孩子好 孩子会觉得你出卖他 你出卖他 听懂没有 你出卖他 他被出卖的痛苦 比他被强奸的痛苦还要严重 是啊 各位那是用感觉的被出卖 有时 有时是在这种例子里面 徐师讲过 那个叫隔离感 我脏我跟别人不一样 这件事情是秘密 是不能说的 从此我不再是正常的人生 我跟你再怎么是好朋友 我不能告诉你 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 以后我叫男朋友也不能说 各位听懂了没有 什么东西都不能说 放在心里 让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脏的 我说出来我会觉得很丢脸 我会让大人很难去面对 都是我的错 明白了没有 不说就没事 来各位听懂了没有 你会让这个人觉得是他的错 最后他可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 是啊 所以借这个例子来讲 到底什么叫做我们自以为是的爱 包含我们讲最近这个自杀的美女作家 在某一段文字里面 看到他的老师的描述 他是一个很喜欢文学的人 可是因为爸爸是什么 医生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希望孩子当什么 医生啊 难道是病人吗 难道会是病人吗 所以他老师就讲一句话 这个孩子很喜欢文学 可是一个文学的灵魂 装在理工的头脑里面 最后第一年考上台北医学大学的医学系 好像念了一两年 发现念不下去了 后来转到政大去 后来转到中文系 后来有念毕业吗 没有念毕业 一个75级分的孩子 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各位 一个75级分的孩子 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然后在去年结了婚 对不对 后来分居 为什么 他从16岁 只看精神科看到26岁 来 我对他们的家不了解 但是我只问一个问题 这个家 是可以容许孩子 那摄影机可以跟着我过来 那个家 你看 我还当导演 Cue那个镜头 那个家可以容许孩子 说出多少感觉 来 我先挑战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多少孩子 在家里面 是可以自由自在的 说出你们的感觉 可以的请举手 各位 不多 多的 其实我也不觉得 你们说的是真的 好啦好啦 开玩笑啦 其实没有这么坏 各位 各位 我们在家里 不容易说感觉 我们在家里 不容易说感觉 说事情 说表面 讨论要吃什么 各位 为什么 答案在今天的主题里面 那份爱 常常都是一个行为层面 都是一个 我们自认为的 一种爱的方式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 先从切入对方的感觉开始 各位 这就是在你们赛斯心法的学习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你们会开始 愿意去倾听内心的感觉 当我不觉得 我的感觉跟你靠近 我就不会觉得 我跟你是靠近的 各位想起的意思吗 纵使我们生活在一起一辈子 我都觉得你是陌生人 因为我内心的 真正的感觉 是你碰触不到的 是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寂寞 好 觉得很冷 因为我把它讲冷一点 因为冷气不够冷 然后把它讲冷一点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那么热 好 来 我们休息五分钟 马上回到现场 谢谢 谢谢